大概就是這個時候 他在門口狂噴殺蟲劑 可以看到剛剛 砰的一下 還是蠻有威力的 我是古阿木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 殺蟲劑與煙火的實驗 在臘手保姆這部電影中 有一個橋段 主角在一個地道被人追殺 而他逃出這個地道之前 他在地道沒有到很入口 稍微有一點後面 放了一個煙火 放完煙火他逃出地道之後 他在外面拿了殺蟲劑 等追殺他的人 靠近那個煙火的時候 他就噴了殺蟲劑 噴下去 殺蟲劑跟煙火的火 就產生了一個 砰的效果 在地道裡炸了開來 敵人就被炸翻 就掛了 主角就獲得了勝利 所以問題就來了 殺蟲劑 隧道 煙火 真的可以產生這種 砰的效果嗎 我們今天就來實測看看 我們今天使用的場地 是私人山頭 而我們設計的機關 讓我一一介紹一下 首先就是我們的 自製小隧道了 我們沒辦法去找到一個 真正的大地道 來做這樣的實驗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 通道 用木板定制的 最後面 是封住的 因為這個壓克力 我們擦得太乾淨了 所以我有敲幾聲 讓你們知道 這裡是封住的 這樣就有隧道感嘛 接下來 可以看到我們裡面放了煙火 這根桿子是因為 地道有點深 我把煙火綁在桿子上之後 送進去 然後接了一條很長的引線 等於我待會只要在外面 點火就可以了 點火之後 我們自製了一個 遠端遙控的殺蟲劑按鈕 這個設備應該很好理解吧 反正這裡有一條線 這裡有一關殺蟲劑 待會我會遠遠的 在後面拉繩子 這一根木頭手臂 就會往下按按鈕 所以我們只要把殺蟲劑放在這裡 按鈕在上面 木頭在這裡 遠遠的 有沒有 拉繩子 木頭就會去按殺蟲劑 就會噴 理論上這樣裡面就會 搞不好我的自製地道就爆了 那我們今天的防護設施友 安全帽跟護目鏡 還有親愛的防護盾牌 跟一罐滅火器 現在我們找一個好位置 差不多這裡吧 這顆石頭 是讓我用來壓住我的這個機關板子 我怕板子太輕 待會拉繩子的時候 它會不穩會倒掉 有石頭固定在上面比較穩 這是我們的機關繩 差不多這樣 有吧很噴吧 力量很足的 現在 點火 就可以來了 我的煙火呢 是使用跟電影裡面類似款 反正它就是會噴火 我現在點燃引線之後 引線從這裡燒過去可能 或許兩三秒 煙火會噴大概30秒 點完我就趕快躲到後面 這個時候可能已經過10秒了 我就開始噴我的殺蟲劑 回來囉 3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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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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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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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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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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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把煙火往裡面放一點 測試看看 這次是中距離的測試 開火 這次我們是不是要稍微等它噴個五秒再拉 電影裡面其實也是這樣 主角他逃過來 他先丟了那個煙火 跑出去之後 可能也是過了十秒 敵人才追過來 大概就是這個時候 他在門口狂噴殺蟲劑 反應跟剛剛一樣啊 你看我 拿我停掉就沒了 他在電影裡面是主角一噴 裡面就砰 連主角自己都被彈飛 看起來我們沒有辦法達到這個效果 不然我們再想一下 微調一下 好現在改良了一下 我在裡面放了一根蠟燭 讓它慢慢燒 點燃蠟燭之後 我們馬上就把 另外一邊出口的地方封起來 因為我們想了一下 電影裡面它會在地道裡面 一點點火就引爆的話 有沒有可能是 地道裡面本身就充滿大量 類似瓦斯的東西 所以我先放一個小火源 然後我們在外面灌殺蟲劑進去 看看會不會殺蟲劑的濃度 到了某一刻之後 火苗就足夠引爆它 就是產生一種 砰的感覺 大概是這樣啦 測試一下吧 我們還是要躲好 這樣萬一真的爆的話 才不會打到我們 好那我開始灌殺蟲劑囉 你聽到聲音嗎 嚇我一跳耶 可以看到剛剛 的一下 還是蠻有威力的 黏住的板子被彈開了 然後我們殺蟲劑的管子 也被鎮斷了 最後我想說 這是殺蟲劑嘛 但我剛剛有提到 電影裡面本身地道裡面的 那個澡氣應該是瓦斯 我們要不要乾脆直接試瓦斯 噴噴看會有什麼反應 OK都設計好了 大燭也點燃了 看一下板子 我重新釘上去了 我們是用鎖上去的 有看到吧 也換成瓦斯罐了 但因為瓦斯比較重 所以我把它反過來 待會比較好噴 會從這個洞噴進去 那我們 來噴吧 開始囉 阿小 阿小 什麼東西在燃燒 瓦斯瓶在燃燒啊 不是瓦斯瓶 木頭在燒 這邊還是要加強宣導一下 用瓦斯測驗了一下 這個威力跟殺蟲劑噴出來是差不多的 你不要以為它只是殺蟲劑 它噴出來就跟瓦斯一樣 你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所以大家要記住 用火不要靠近殺蟲劑或瓦斯 用瓦斯跟殺蟲劑也不要靠近火源 好嗎 OK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結論吧 首先先聲明 危險實驗請勿模仿 然後呢我們今天會做這個實驗 其實是從前一陣子有個新聞 有人在大賣場玩殺蟲劑跟打火機 引發火災導致被警察抓走 從這個新聞裡面才衍生出這樣的實驗 所以我們就去找了一個電影 有玩殺蟲劑跟火的來做一個比較 我們參考了臘手保姆 他在地道裡面放了煙火 外面噴殺蟲劑之後就爆破了嘛 我們今天實際測了一下也的確 在殺蟲劑濃度到達某一刻的時候 就是你看我持續按壓殺蟲劑 幾秒之後他突然間會有一個噗 一陣大火衝出我們的地道 我們的木板也都被噴的歪七扭八 裡面都有燒焦的痕跡黑黑的 但是我們的殺蟲劑停止噴之後 火就也會停掉了 所以呢我們回頭看電影 爆破的環節可能是真的 但是有一個小BUG 他的主角是在地道門口 輕輕按壓個三五下殺蟲劑而已 就爆破了 可是實際上 我們今天測試 一開始只輕輕噴個幾下的時候 他只會有小火焰 你一停就沒有火焰了 所以只是輕輕噴三五下 這個濃度是否不足以引發爆破呢 下一次電影或許稍微改良一下 讓主角在地道門口安裝 像我們這樣的小機關 可以持續噴壓殺蟲劑 算好秒數嘛 敵人一衝過來的時候 剛好 砰 那不是很完美嗎 就沒有BUG了嘛 好嗎 以上就是今天的實驗 分享給各位 希望對各位的人生有一點幫助 那我們今天時間就到這裡 下次見啦 掰掰 他兇嗎 吃肉的 喔 下一個堆 老 sedan 小賴 點兒 六 沒錯 Les